張遼和關公是初步談判員 張遼急急上馬跑回去見曹操 曹操見他回來就問怎樣 張遼就說關公提出三個條件 首先就是韓漢不韓曹 曹操說 我是漢朝成相 漢朝即是我 你條可以答應他 第二呢 兩位夫人那說要給皇叔的俸禄 一切上下人等不准入門 得到極了 我照皇叔的俸禄加倍來給他 至於嚴禁內外 這些乃是家法應該的應該的 那第三條呢 他說一知道原德的消息 就算多遠都要去找他 這樣就不行啊 我養魂牆還有什麼用啊 你一見 我好難答應了 啊 劉元德代雲長 不過是恩德深厚而已 這樣 成相你給他的恩德還要更加深厚 用這樣來籠絡著他的心 用有魂牆不服成相你嗎 啊 你說得很對 我願意接受這三個條件 於是張遼就趕回山上回覆關公 好 兄長 你提過三件事曹公都答應了 哦 雖然是這樣 還要請成相暫時退兵 讓我進城去見兩位阿嫂 把這件事告訴他們 然後才投降 好啊 讓小弟去稟告成相吧 張遼又回去報告曹操 曹操馬上全領 要軍隊退後三十里 信玉說不要啊 關雲長說投降可能是假的 雲長是個異事 必定不會失信的 曹操立即帶兵撤退 關雲長見曹兵後退 就帶兵翻入下皮 進城去見到老百姓都妥妥蕩蕩 安然無事 放心了 一直回到公館見兩位夫人 兩位夫人聽見關公回來了 急忙出來迎接她 關公在台街下跪下行禮 她說 令到兩位嫂嫂受驚 是我的罪過 二叔請氣 請坐了 多謝嫂嫂 二叔 二叔 黃叔現在在哪兒來啊 啊 兄長不知去向啊 啊 那 二叔啊 那以後我們怎樣呢 昨日小弟出城死戰 被曹兵圍困在土山之上 將遼來勸我投降 我跟他約定三件事 曹操都已經全部答應了 所以他退了兵放我入城 因為還未得到兩位嫂嫂的意見 小弟未敢擅自行動 哪三件事呢 於是關公就將那三件事 逐一逐二說給兩位夫人聽 金夫人說 昨日曹兵入城 我們都以為實死的了 誰知道一個兵卒都不敢入門 所以什麼事都沒有 真是連條頭髮絲都沒有動過 二叔既然跟他們約好了 就不用再來問我們了 不過 不過就是怕日後 曹操他不放二叔去找皇叔 請嫂嫂放心 小弟自有主張 那就好了 以後有什麼事就請二叔你自己決定 我們是女流之輩 不必來問我們了 是 小弟告辭 二叔好行啊 關公告辭了兩位夫人 帶著幾十個馬軍去見曹操 曹操親自出來圓門迎接 關公落了馬為拜行禮 曹操慌忙答禮 關公說 拜軍之將 深感誠上不殺之恩 曹操說 授養將軍忠義 今日有幸得以相見 足為平生之望啊 將軍請 曹操和關公一起進去中軍將坐落 關公說 小將請文遠卿和丞相約定那三件事 丞相萬萬不可失信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既然答應了 怎麼會失信呢 嗯 丞相 明天我如果知道黃叔的下落 就算是上刀山 下火海 也要去跟從他 到時恐怕來不及和丞相告別 請丞相要原諒最好啊 哦 哦 當然啊 袁德如果還享受 必定有得將軍去找他的 不過恐怕袁德已經在聯軍之中 死了都不定啊 啊 將軍請歡心 讓我派人到處去探聽一下消息了 多謝丞相 當日曹操操走來款待關公 大日呢就班師回許昌了 關雲祥準備好車輛 請兩位嫂嫂上車 他自己是親自跟車護衛 在行軍路上 晚上是要在沿途的賓館過夜的 哈哈哈哈 曹操啊 他有意要搞亂他們的軍臣之禮 就安排關雲祥和兩位夫人住在一間屋 誰知道關雲祥 他點起一枝蠟燭 就這樣在戶外站在處 通宵達丹啊 毫無眷息 哎呀真是難得啊 曹操見到關公這樣的行為 就越加勁服了 回到許昌之後 曹操撥了一座房屋給關公住 關公呢就把這座房屋分為內外兩疊 裏面那一疊是兩位夫人住的 派了十名老軍把守門口 他自己就住外面那一疊 曹操帶關雲祥入朝去見憲帝 憲帝封他做編章骨 異常之隆總 又送了很多零鑼籌短 名貴的金銀器皿給他 這些禮物呢 關公全數都交給他兩位嫂嫂收賣 他自己一件都沒有留下 關公自從到了許昌之後呢 曹操待他就認真好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你說場衛差點也挺難頂啊 還送了十名美女來服侍關公 關公將這班美女 全能送進內宅 讓他們去服侍兩位夫人 他自己呢 三日一次 公公敬敬地站在內門外面 和兩位嫂嫂請安 等兩位夫人問完王叔的消息 二叔自貶啦 關公才這樣走開 曹操聽了 又對關公佩服得不得了 有一天 曹操見關公整天穿著那件綠錦箭袍 已經很夠了 就量著他的身材 用那些非常美的料 做了一件新箭袍送給他 關公好多謝 收了一件袍 過了幾日 曹操請喝 關公去赴宴呢 曹操一看 咦 關公還穿著那件舊袍嗎 就問他 曹操 老夫前幾天送給你那件新的箭袍 為何不穿來啊 承襄 你看 我穿來了 關公穿這件綠箭袍 哦 原來曹操送給他那件新的 穿著在底裡 哎呀呀呀呀呀 魂長 你怎麼這麼省的 一件箭袍值得什麼呢 用一件舊的來蓋著他穿啊 哈哈哈哈 小杖不是省啊 舊袍 但是是劉王叔賜給我 穿著他 就覺得好像見到兄長一樣 我不能夠得身忘舊 故此把舊袍穿在面上來 啊 魂長 你真是個義士啊 嘻嘻 曹操把口就不停稱讚關公 知道他心就好不高興啊 沒辦法啦 唯有慢慢來起呢 有一天 關公正在家裡看書 忽然間伯人來稟告他聽 說不知道什麼事 兩位夫人哭得很緊要 請將軍你快點進去看看吧 關公立即去到內門外面 又跪在那裡 請問兩位嫂嫂為什麼事哭 金夫人說 昨晚 我發夢見到王叔 跌了到泥桿裡 醒了就跟微夫人說起 我們想 王叔都怕 都怕在九泉之下落 所以就哭起上來 耶穌 發夢的事是不足信的 你們都是家恩嫂嫂想念得多所至 請嫂嫂不用憂心 正在說 曹操就派人來請關公赴宴 關公辭避了兩位夫人 就去上府見曹操 曹操見關公眼紅紅 好像哭過那樣就問她為什麼了 關公說兩位嫂嫂想起王叔哭起來 自己也很心酸 曹操就寬解她 不潔禁和關公敬酒 喝到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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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公有點醉了 她努著那些長壽說 唉 生不能報國家 又不能為兄長效力 真是枉為人 曹操拆開她 等她不要再說這些話了 她問 啊 對了 雲長你的酥有沒有酥的呢 嗯 大概幾百條 每逢到秋天還要脫幾條 天時冷 我多數是用個黑沙袋來帶著她 怕的酥斷 我? 這樣嗎? 曹操吩咐人用些靚沙做個沙囊 送給關公保護的長酥 第二天 早朝的時候朝見皇帝 憲弟看到關公有個沙囊在空前 覺得很奇怪 就問關公是甚麼來的 關公就啟咒給皇上聽 說他的酥很長 因此丞相就賜了個沙囊給他 來裝著酥 憲弟叫他脫開沙囊 披開酥來看看 哇 哇 果然的酥又長又威 直情長過福寶 憲弟就說了 真是美嚴公啊 因此呢 又人人人都叫關公做美嚴公了 又有一天 曹操請關公赴宴 散席之後 曹操親自送關公出門口 一看見關公的匹馬很瘦就問 將軍你這匹馬為甚麼這麼瘦 我個人挺重的 這匹馬乘不起 因此就瘦了 曹操聽關公這樣說 就叫人牽了一匹馬出來 這匹馬 周身的模式好像火炭一樣 形狀非常之宏偉 曹操說 關將軍認不認得這一匹馬 啊 莫非 它是呂布所騎的赤兔馬 沒錯了 將軍 你喜不喜歡這匹馬呢 好馬人人都喜歡的了 既然關將軍喜歡 所以 奴夫就將這匹馬送給你 怎麼樣 真的 真的 哎呀呀呀 多謝承上恩賜 請承上修我一拜 關公跪在這裡拜了幾拜 多謝曹操 曹操這樣就有點不高興了 他說 奴夫以前送過這麼多美女金錢給你 將軍都未曾多謝過一聲 現在我送一匹馬給將軍你 你就歡喜到拜完又拜 將軍對人看得這麼賤 對畜生 反而看得這麼貴重呢 聖相 我知道你這匹馬能夠日行千里 今天這麼幸運得到他 將來知道了兄長的下落了 我一日就可以見到兄長了 啊 是 是 是 曹操呀 好後悔呀 關公告辭走了之後 曹操就問張寮說 文婉 我待雲長都不薄的了 為甚麼他還時時想離開我走人呢 張寮說 那讓我去摸摸他的心水 第二 張寮就去找關公 互相走過禮 坐下 敬過茶 張寮說 我推薦兄長來曹操上這處 曹操上當你好嘛 我十分感謝丞相的後裔 只不過我的身雖然在這裏 但是我的心 那 整天都是想遇皇叔呀 兄長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男人大丈夫 處世應該分開兄寵 原德對待兄長 未必好得過丞相 兄長你為甚麼事 你想離開丞相呢 我知道曹操上當我是極好的 但是劉皇叔對我有深厚的恩情 誓同生死 這一點是絕不可反悔的 我無論如何都不會留在這裏 不過我要立功 報答曹操上然後再走 那如果原德已經過世了 兄長你又去哪裏 我願追隨皇叔 於九泉之下 既然關公說到死都要跟著留給了 張遼知道怎樣都留不住關公 就告辭回去回覆曹操 曹操非常之感慨 他說 跟從一個主公 永不忘本 真是天下之意 信玉說 文長說要立功才走 那承相不給他機會立功 那他就走不成了 是吧 是吧 曹操又想辦法留住關公了 現在說說劉備 他在袁曹那處是天天都煩惱 袁曹問他說 原德因什麼事經常都這麼憂心啊 唉 兩個弟弟不知音訊 家人妻小就失陷於曹擦手上 嗯 上不能報國 下不能報家 怎能說不憂心啊 我想進兵去打許都很久了 現在正是春天暖和的時候 慶兵就對了 那袁曹操呢 就找齊些謀事禮 商量怎樣擊敗曹操 填風就勸他 主公 上次曹操進攻徐州 許都空虛 在那個時候進兵去攻打曹操就好了 但是那時候沒有進兵 等到現在徐州已經被曹操攻破了 他的軍隊正是厲害的時候 那就不要去打他了 不如等久一點 等他有機會然後才好動手啊 袁曹見他得力的謀事勸他不要動 就說我先想想 他就去問劉比 袁德公 填風他就勸我 顧手不要動 你認為怎樣呢 劉比華 曹操乃是欺君之賊 明公你如果不去討伐他 恐怕失大義於天下 是 袁德公你說得很對 於是袁曹就決定興兵 填風再次勸他不要 袁曹生氣了 你們就是眾文卿武 使得我失去大義 填風跪在樹上 用頭猛地碰地下 主公啊主公啊 如果不聽神的話 一定出師不利的 袁曹生氣得不得了 要殺了填風 劉比勸他 中歸就把填風混在牢裡 追仇見填風因為勸袁兆不要出兵 激怒了袁兆 這樣就要坐牢了 於是他就聚集他的同中同族的人來 散了家財給他們 跟他們決別說 我這次徐軍出發 打勝了 當然威風到極 如果打敗了 唉 就自身難保 好啦 大家留著眼淚和他鬆行 那種淒涼伯 好像出殯似 這次出兵 袁曹委派大將顏良做先鋒 命令他去進攻白馬 白馬就是現在河南省滑苑 跟著黃河的 追受勸袁曹說 顏良的聲情俠藍 雖然作戰勇猛 我獨當一面就不合適 袁曹不同意了 他說 我的上將我了解 你們知道什麼 當袁曹的大軍逼近黎陽的時候 東郡太秀流言就派人去許昌告急 曹操急急召開會議 準備起兵去迎敵 關文祥知道了 就去上府拜見曹操話 聽聞丞相起兵 小將願為前部先鋒 你遲未敢勞煩關將軍 什麼時候有事 一定來請將軍你 那小將告辭 當然不讓關公去 怕他打贏了立功就走人 曹操率領十五萬兵 分成三隊出發 在路上又連戲接到留言的告急文書 於是曹操就親自帶五萬兵趕到白馬 靠著一座土山紮落營寨 曹操遠遠看土山前面 那是一片平原 顏梁的前部徵兵十萬已經排成陣勢了 曹操見到 嗯 都幾心驚啊 他回過頭來對宋憲說 我聽說你往日是呂布布下的猛將 你現在出馬去跟顏梁交戰 得令 宋憲提槍上馬直出陣前 當時顏梁正在門旗之下橫刀立馬 他見到宋憲馬到了 大喝一聲中馬迎上去 兩個打了不夠三個回合 顏梁手起刀下去 斬了宋憲 曹操大氣的驚說 哇 真是勇將啊 魏族說 他殺了我的同伴 我要他報仇 曹操說好 你去吧 魏族上馬 舞著長矛跑出陣前 對著顏梁放聲大馬 顏梁根本不出聲 拍馬上來打了一個回合 照頭一刀就把魏族劈死了 曹操問 現在誰敢跟他打過啊 徐坊應聲而出 和顏梁打了二十個回合就頂不住 打敗了返回本陣 所有的武將個個都害怕了 曹操立即明羅收兵 顏梁也帶兵退了去 曹操見到連氣損失了兩個將官的心 也很優秀 程玉說 我舉轉一個人 可以打贏顏梁的 誰呢 非關公不可 我怕他立了公就走了 主公啊 我是這樣想的 劉彼如果還在山呢 他必定是去投奔袁紹的 如果現在我們使雲牆去打敗袁紹的兵馬 袁紹就必定疑心劉彼而殺了他 劉彼一死了 雲牆又有哪兒去呢 啊 是呀 是呀 好計呀 於是曹操立即派人回去請關公來 關公接了曹操的命令 就進去向兩位嫂嫂辭行 兩位嫂嫂說 二叔這次去 就打聽一下王叔的消息了 是 小弟會做的了 請嫂嫂放心 關文祥辭別了甘薇兩位夫人 手提青龍刀 騎上赤兔馬 帶了幾個衛士 一路趕去白馬見曹操 曹操見到關公來得很高興 就把顏良連氣殺了兩名將官的經過 告訴關公 關公說讓我看看 曹操的吩咐擺走來款待關公 正在喝喝喝 有人來報告說顏良帶兵來挑戰 曹操就帶著關公去土山上看 在山頂已經擺好兩張椅子 曹操和關公坐下來 其他的將官就在周圍站著 曹操見到顏良在山腳下擺的陣勢 其次鮮明 刀槍閃閃 威嚴齊整 就指著對關公說 你看 河北的人馬 真是這麼紅壯 關公說 照我看 就好像土雞瓦狗一樣 關中軍 在大旗下面穿著獸袍金甲 拿著大刀騎著馬的 就是顏良 關公看著一看 關公看著一看 我看顏良好像插標賣手 不堪一滴 關中軍 不可輕時 關公站起來 我關某雖然沒有本事 不過我願去萬軍之中取他的手襟 來獻給承襄 將你說 軍中無棄言 雲場你不要疏忽大意 關公奮起神威 跨上赤兔馬 倒堤青龍刀 飛這麼快地跑了下山 登大雙單鳳眼 豎起到惡茶味直衝敵陣 哇厲害了 關公所到之處 河北斌 好像波開浪烈一樣 關公直奔向顏良衝過去 當時顏良正在大旗下面 他見到關公衝過來 正想開口問他 關公的赤兔馬 好像一陣旋風那麽快 極極迫迫地跑到面前 顏良措手不及 被關公手起一刀 斬了他下馬 關公啪聲跳落地 割了顏良的手臂 綁一條馬頸鼠 又啪聲飛身上馬 提刀出陣 哎呀 直接如入無人之境 河北斌的將士怕得失勻 不用打就自己亂了大龍 曹君趁勢攻擊 河北斌死了不知幾多人 曹君還搶奪到很多馬匹和器械 關公跑馬上山 所有的將官都湧上來祝賀 關公落馬插好青龍刀 拿著顏良的手臂獻給曹操 曹操說 關將軍 應勇無敵 真是天神啊 我敢算得什麼 我的三弟將亦得 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 直接好像在袋樹拿東西那麼容易 哦 怎麼還有這麼厲害的 今後如果遇上將亦得 不可輕敵 眾委長官 你們快點用筆默寫在一件賤袍襟底 要牢牢記住啊 好嗎 好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